整個都準備好了 後面都準備好了 我準備第一件要介紹什麼呢 說明書 其實整件東西 很快地說 好玩在有很多模式可以 一開始我打算介紹 把這個 前臂 刀的組件 可以很簡單地放進 這個力天使 作為一個 多了兩把 強勁的對岸式格鬥武器 另外好玩的地方 就是另外一把組件 你會見到其實 它的重心就是這個 core 如果你只是玩 力天使或者能天使的話 這個組件 裝在後面 就可以裝配上 剛才說的近距離 對岸式格鬥武器 加上這 就可以做到 GN 巨炮的模式 這也是非常好玩的 其實單體的 其實單體的 力天使也好 Xia也好 其實就這樣玩 這幾件已經可以玩到很多東西 另外一件要說的 就是它變成 這個GN Armor的時候 它的飛機模式也是很漂亮 再加上這件 其實它還有很多 簡易的裝組模式 你本身簡易的裝組模式已經有兩個 Full Armor一個 再加上這個巡航模式 以及這個正常的GN Arms模式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用正常架去入手 這一隻東西的話 其實是絕對非常好玩的 那麼 除此之外 它這裡也有一個 很多不同的接合組件 用來做什麼呢 如果你有買到這個 譬如說 譬如說 審判女神 不是 正義女神 任何版本都好 它的裝備都可以用這些外掛的 我叫做 筍口位 就是裝在GN Arm 或者GN Armor一起玩 所以 它的可換性 是極之高的 大家如果真的 有機會用正常少少少的 價錢入手的話 我覺得 三千多元 是絕對 划算的 加上其實 其實 它很多地方用了很好的心機 譬如說 你裝了那個時候 它這個位置 是可以裝得很實 亦都有很多這些位置 是預料你是 這樣看不看得到呢 按下去才會鬆到那些關節出來 這些是神來之不禮的整件事 這些是神來之不禮的 這些是神來之不禮的 另外 手臂這些 可動的 技術 整件事真的是藝術品 先安裝這個 原來我脫了 其實為什麼這個有什麼用呢 你如果要放在架上 那時候 基本上這些東西 是不需要再裝的 它就放在這個位置 它是很聰明的 它那個 左是斜少少 你向後推進去 它就可以吃得很緊 你真的玩得熟了 是啊 真的玩得熟了 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你是一路想 你其實腦內可以想到 咦 如果我裝在旁邊會怎樣呢 如果我裝在後面會怎樣呢 因為它本身很過癮 它 主要都是這些 這些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就可以有 例如說 劍和 這個GN炮的裝備 可以互換 所以你不需要限定 它放在哪一個位置 你都可以用你的創意去 去裝組你屬於你自己的GN Arms 那 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真的留意一下 如無以外可能都會有一些 我又不敢說 是復刻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看到 除了這個GN Arms Type E之外 有機會將來都會出這個 Type D Type D和Type E的最大分別 我目測 只是它 左右手的對纜用裝備 即是 雜速火箭箱 和這個 對纜用的 GN大炮 所以 究竟它將來會 整個 再推出一次 還是 佛心點 只是推出 它的左右臂裝備 這個就真是適無以待 看看 現在還有什麼 我記到 又可以和大家分享 這次這個產品 其實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 如果你平時 追開 00 你會看到它的 GN Arms 其實相對比較單調 但我剛才所說 其實已經有 整個 七個 八個 不同的 裝備 可以讓你玩 所以 這個創意 是挺可怕的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